南韩人气男团防弹少年团 魁伟两年终于在美国洛杉矶举办实体演唱会 与粉丝们直接互动交流 让期盼已久的粉丝都激动不已 但这也直接导致演唱会门票的价格持续飙升 据韩媒报道如今贵宾席门票价格 已暴涨至1800万韩元 折后新台币为45万元 且在国外售票网站上 也能持续看到以1万美元成交的黄牛门票 事实上根据作为不同演唱会的门票原价 为75美元到450美元 据悉防弹少年团方面 为了让粉丝俱乐部阿米们 能优先购买演唱会门票曾进行预售 但大部分门票在预售阶段已经售庆 对此经纪公司不得不为了 不能进入公演场的粉丝们 另外出售现场演唱会门票 但门票也早已提前售庆 供不应求的售票情况 也导致频频出现以超高价 在贩售交易的奇异现象 瞬间引起不少粉丝们的抱怨 他们指出DK Master的购票系统有明显缺陷 才导致大量黄牛进入网站购买 而批量购买门票的黄牛们 就会趁机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另外经纪公司也表示 虽然在疫情之下实体演出并不容易 但会在遵守国家和地区防疫方针前提下 并将艺人和粉丝们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 竭尽全力的为粉丝带来高完成度的演出 竭尽全力的为粉丝